好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2月25号 圣诞夜 今天现在是晚上10点多 昨天平安夜的时候我已经来了 今天我带过来一些东西 麻烦小菜 就是魏京生基金会 给这个陈树广先生带着吃的 那小菜呢坐地铁赶过来了 坐地铁赶过来了 我们一起呢 谁说的 我说的 这是魏京生基金会 这是那个石仙的 赵哥 石仙 我获的馅 赵先生亲自弄的 老魏获的馅八仙的 这是鲜的 然后呢这是虾和那个虾和那个虾和什么 虾和那个鸡蛋 这个是凉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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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张伟一买的买的菜我来办 赵先生办了凉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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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小姐就是作为大家都是法民 献出她的爱心 我们法民时间也互助 一起要把不公不计的 要把她讨回一个公道 好 很感谢蔡小姐 你贾克穿着党风吗 对 很舒服 这个贾克是赵先生送的 很感谢 很抵挡这个行情 这个笔记本是蔡小姐送的 对 每天记记日记 记记日记日记 就把在这里所见所闻 尽可能的记录一下 对对对 希望跟大家分享 那床垫睡怎么样舒服 床垫睡得很好 感谢赵先生 由于现在就是有雾 是结霜了 就不方便老是打开 照一下也是可以的 感谢啊 现在潮气 潮气这个雾 潮气这个雾 那个帐篷已经结了一层 薄薄的霜在这里了 嗯 刚才这个伙食费呢 就是因为啊 陈述广先生 他在这里是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艰苦 那个你刚才做地铁带来的 那个你刚才做地铁带来的 这是啥玩意 哦 这个是张伟 对张伟 张伟给陈先生的那个圣诞礼物 好像是一个批的东西 对吧 他给你收了 收了你 好 感谢啊 感谢张先生 你的礼物 打开看看 圣诞礼物要打开 打开看看 先把钱放好 先收好 好 为什么这个钱呢 因为就是陈先生在这里 非常的辛苦 那他是 他是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 我们作为访您呢 我们没有 没有来住这个帐篷 那我们也是 尽我们的一点心理 如果有 如果有网友 想为陈先生 跟我们捐款 那也可以跟我们联系 因为访 访您真的很辛苦 陈先生在这里住帐篷 真的非常的艰苦 华盛顿的冬天 非常的寒冷 那他为了 我们都是受到广东的 这个司法腐败的 我们都是广东省的 司法腐败的受害者 都是因为司法腐败 我们没有办法在国内维权 所以导致陈先生 又在这个大冬天 大冬天 在这个圣诞 圣诞节 这样的日子 在这里 兴兴 哇 很漂亮 很漂亮 我来拿这个 好漂亮 很漂亮 好漂亮 很漂亮 是日后的圣诞气 很漂亮 很温暖 感谢张维先生 感谢魏京生先生 还有他的 真是圣诞的 谢谢啊 好的 那么 对 过几天来看 对啊 也说 您还忙活那个艾佛容开厅的事 因为我也遇见过他 但是当时也 也没有 他也比较充忙 我也没喊他 他已经在我心中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律师 谢谢他 他为燕林律师 未访您是尽心尽力 这个白杰明的案子 他真是欧欣立 写了很多动议 使得最后都被法院接受 对 而且最后能够 白杰明先生能够 无罪的被 无罪的被释放 无罪的被释放 然后呢 还有那个 艾佛容先生的很多 很多这个法律方面 他是无常的提供服务 我们在这里向叶林律师鞠躬 感谢叶林律师 谢谢 对 我们 他已经救过十几个方面 救十几个方面 也没要一分钱 非常感谢叶林律师 他是有激情 有正义感的律师 好 好